新疆五千只游击神兵炼蝗虫 蝗虫为何有如此大的破坏性 它是让黄军闻风丧胆的游击队 它是让万亩草原恢复生机的大救星 那么五千多只鸡是怎么成为蝗虫的噩梦的 2020年的时候 东非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很多国家都沦陷了 由于蝗虫只需要很少的水就可以生存 很多农作物的土壤中都有20%到30%的水分 所以这也让蝗虫飞速缠了 彼时 在经过巴基斯坦的黄军 离中国仅有一步之遥时 这些蝗虫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上一只 而位于我国西部的地区 新疆一离的一些操场 已经出现了一些先头兵的身影 于是 在面对蝗虫的肆虐 当地治理蝗灾的相关部门突然想出奇招 为四个乡上百多户的村民 派遣了一支小队 这小队就是五千只训练有素的战斗机 据了解 这些游击神兵叫做木鸡 常年生长在海拔3800米的高原上 它们是世界上最高的鸡 所以行军速度非常的快 由于木鸡是杂食性的动物 而这些蝗虫对它们来说 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据了解 一天木鸡可以吃七十多只蝗虫 一个鸡团五天就可以完成一千亩的任务 每当这些游击神兵清完一片区域的黄军后 就会转战到下一个战场 而最让农业部门感到巴适的是 吃了几个月蝗虫的鸡 一个个身体健康 还特别壮实 对此很多网友表示 有多少治黄英雄最后成为了新疆大盘鸡 蝗虫究竟有多强 为何有如此大的破坏性 要说人类和蝗虫之间的恩怨 那可是有上千年了 根据史料记载 蝗虫在清朝年间 闹过的蝗灾就发生了137次 其中重型蝗灾多达42次 可以说黄军所过之处 那地界必然是寸草不生 而黄军家族也分着三类 有土黄 稻黄 飞黄 他们无外乎都喜欢糟蹋庄稼 蝗虫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得益于他们身上的秘密武器 首先就是蝗虫的身体里的 作战指挥中心的胸部 胸部是蝗虫的运动中心 有着发达的肌肉 长在蝗虫的外骨隔上 它可以牵引运动器官完成跳跃 飞行等多种操作 使得黄军能更好的觅食 以及躲避危险 而它的外骨隔 还可以保护身上的器官命脉 以及减少水分的流逝 其次就是繁殖能力了 一只雌性蝗虫每次大约 可以缠卵50到100只 再加上它们的孵化期非常的短 仅仅21天 在适宜的条件下 它们可以生产出成千上万只卵 虽然不一定全部都会孵化出来 但数量依然惊人 而且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 蝗虫经常迁徙 它们经常分散在草原上 然而 如果找到气候和食物适宜的地区 它们的数量会增加得更快 由此可见 蝗虫的能力不可小觑 为什么以前的人 宁可挨饿也不吃蝗虫 古话说旱吉尔黄 也就是蝗灾之前必有大汗 这会大大加重饥荒的程度 贫苦百姓们 在经历过旱灾之后 早已饿得体力不支了 在看到遮天蔽玉的蝗虫后 也是无可奈何了 其次 真正吃蝗虫的人相对较少 很多人把蝗虫等同于蝗蝗 蝗虫和蝗蝗是不一样的 蚂蚱有绿色的翅膀 还有一张黑色的脸 看到就可怕 所以很少有人会吃它 然后就是在古代没有冰箱 即便有冰窖那也是贵族才有的 所以捕捉到的蝗虫 根本无法长时间保存 就算捕捉到足够多的蝗虫 没过多久也不能吃了 因此靠吃蝗虫来度过饥荒 简直是杯水车薪 最后就是迷信了 在古代虫王庙的还是很多的 在古人的心中 蝗灾就是老天爷的惩罚 人们对蝗虫更是一种敬畏 所以只能驱赶 总之在古代 人们一谈到蝗虫就脸色苍白 一旦发生蝗灾 就意味着饥荒 意味着当地民众会外出避灾 靠吃蝗虫来度过饥荒 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 对于落后的古代来说 一方面是没有先进的科技支撑 一方面是没有有效的方法 对于蝗虫军团这样的大军来说 人们也是无所适从的 但是在经过几千年 与蝗灾的抗争中 现在这种灾难 已经被现代人克服 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点赞三连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积极留言评论